对我个人而言从事这个事业 对我个人有什么好处 我从大学时代 就是开始喜欢看古今中外的传记 然后我是什么样的行业都看 所以那我就当然对行行初传言都很喜欢 所以不管他是政治人物 经济人物 或者做教育的 或者是画家 或像温生繁古啊 就是皮卡索啊 或是他任何时代的 就包括我们中国的八大家 任何时代的 不管是艺术 或是教育 或是人类学家 或是政治家 因为政治家影响整个的资源 我都会很喜欢研究 然后我很高兴从事这个行业 把我个人原来的理想 因为我们这个工具就帮助我们 可以帮助企业人尽其才 然后呢 我个人的理想就想说 哇这个工具它是它这么精准 它可以它又是全球有两千万的资料库 那在美国就已经有十几家研究所在用 那所以它精准度很高 那我就刚好跟我原来看传记的理想就连结了 所以我每一年当时我在回来台湾 我就用动物啊和人物和他的心理学的这个 这个比较抽象的文字把它连结起来 让学习人很容易 所以在这个1992年就开始什么老虎孔雀 五尾熊猫头鹰 好它变色龙 那现在反间不是我们这个品牌在做的都是盗版 好那只是我现在也不会去为这个事情再去做争议 那最重要我因为这样我每年就出了一本新书 那我举个例子我第一年就帮我在这个美国 因为我练的是政治科学外交中美关系 那又练了高阶主管寿司班 我就第一本书就专门写古今中外的政治人物 跟国家的兴衰 所以我第一本书就写成功轨迹 那我第二本书就是政治人物跟经济 还有古代的思想家 包括孔子啊包括孙子啊包括老子啊 包括这个韩非子啊法家 然后莫子啊 然后另外就是包青天啊 法家就最有名的 然后另外有变色龙的就诸葛孔明 所以就是各个特质的最顶尖的人物 就在我的第二本书 我的第二本书就叫掌握成功的关键 那我第三本书很巧合 那时候女性杂志就它专门就是写这个世界的女性 那刚好在那个以前我是米桥商会的 所以世界女性的那个高峰会议在台湾办的时候 那我是因为是美桥商会的会员 所以我就有去参与我就访问了很多影响这个世界 美国的第一位妇女运动的参与员 还有欧洲的 所以这些女性的这些影响世界的这个女性的人权的这些人我都有访问 然后另外这个女性杂志就要我写四大女性 那时候我就写财戒尔夫人宋美玲 还有另外就是希拉蕊 然后我还写贾桂林 这个四大女性 那刚好我写希拉蕊 写完以后 我就发觉希拉蕊他是老虎型 那他的老公克林顿是孔雀型 那他们的婚姻我就很好奇 因为我是孔雀 我是孔雀型特质 我老公是老虎型特质 那我结婚没有多少年 可是因为我42岁来结婚 那我又是从事教育训练业 我自己有一个理想 我想我那么晚结婚 我这个婚姻一定要经营的很好 我那时候说不然会没有面子 后来我就看了这个希拉蕊 跟这个克林顿 那时候因为克林顿 还没有担上美国总统 我就开始研究了 那这个希拉蕊就写到 这个克林顿第二届选州长 失败的时候他多难过 然后他的弟弟刚好又是酒精中毒的 他就看到他就有参与他们 这个互相的疗愈 他就写到看了克林顿的那个颓扇 颓背失败的时候 那就看到他多坚强 那我就想太太是老虎 先生是孔雀 那这本书就召唤我 我就写了这四篇以后 就召唤我 因为我就是希望我的婚姻要成功 所以我的第三本书就刚好是写这些古今中外这些女性 她在婚姻上面 他们这些女性的名人 就是她的个人怎么成功的 然后那时候比较是写她的个人 怎么不会被婚姻淹没而成功 然后还做自己 勇于做自己 那那本书的目的是在这本 那我第四本呢 就远流出版社 就要我出一个有声书 就如何心想事成 那我第五本就是中国生产力中心 因为他们后来就变成我们的加盟伙伴 他们用这个系统就1994年就辅导 看师傅 把他们选了200多位的经理 他们就出版我的另外一本 就是比较专业的教学 叫天生领导 让他们的公司就成我们的伙伴 他们这个石博士那个时候 是完全认同我们这个系统 所以他们用这个用的也差不多台湾那时候 他们用的最多2万多个人次 自己公司也用了1000多个人次 第六本呢 就是原来帮我出第二本和第三本的 那家出版商就来找我 他说他希望我写一些 关于文化的这些顶尖的人物 我说好刚好我最喜欢 所以文化大人就包括从事教育的啊 还有宗教的啊 那所以我在就包括圣言法师 圣言法师也有写我们PDP的特质 而且他是刘日的佛学博士 他写这个问卷最认真 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 每一题非常认真的写 就让我看到一个人活到老学到老 你他这么有学问 他在写问卷的时候 是PDP的问卷 他是用一个非常尊敬 很认真正经的在写这个问卷 然后那本我就文化的就写完了 然后另外的就帮政治再重新整合 政治的人物 还有就是古今中外的政治人物 然后古今中外的经济人物 就把经济人物还没有写的再加上去 就像第六本第七本第八本 在台湾就一共完成了八本 他在这个中间这十二年 我就发觉因为以前我都会到我们 我跟我们的伙伴都会到各处去演讲 结果台湾大概全省都会知道 老虎孔雀 吴伟雄这些名人都会讲 那可是只讲得很浅 就好像鹦鹉学话一样 但是我们这个系统非常深 它的内涵都不晓得 所以我们后来在台湾这十二年 只要没有学我们的问卷 没有上我们的课 我们就不去做这种的演讲 所以在台湾这十二年 这十年就比较安静 那刚好这十二年 我又去大陆 就希望保质系统带入到世界景丁的研究所 那我很高兴去年中欧这个教授 将我们的PTP系统在他的学校 交了十年以后 跟我共同著作 然后他我把他做了 他另外又追加了十位现代的经济的 在中国大陆现在最有名的经济人物 再加上我的五位的经典 就是老虎型 就是包括孙子 孙子 还有孔子 还有老子 然后老子就是五尾熊型 孔子就是孔雀型 然后猫头鹰就是包青天 然后变色龙就是竹歌孔明 再加他现代单代的人物 然后又完成了第九本 第十本就是我今年 我又帮我这十二年 我把这个PTP 还有他在除了工作事业以外 在家庭 还有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人生的生命的目的 我们求到的生命的目的的理想 还有我们的婚姻生活 还有跟子女的 还有我们的自我身份认同这一块 我这十年 我又做了所有私领域的研发 又花了做了几千个 上万个包 我前面这二十年 一共做了将近三万个人次的 各行各业顶尖的 包括私领域的研发 那我很高兴在赵耀东先生 还有这个施政隆 他们的就是做先生的 做爸爸的 做老婆的 他们的夫妻的典范的案例 都有让我 就是很开放的 让我也有去写 所以在就是在我这本书 最新的这本书 我就写进去 包括我另外有写 是四份很重要的生命教练 就把我这十年 在心灵成长 跟生命教练 包括人生的目的理想 通通都摆在最新的这本书 也是我很想跟大卫分享的